可以看到两岸关系好 现在民营党的沈柏阳 先前说是以恐吓的口吻 宣传防范台湾的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到底是谁 把立委 村里长 台商 陆沛都列为 是一个高风险 不过现在因为这样的说法 引起了大家强力反弹 所以他现在改口 说陆沛是受害者 第五纵队是个假议题 自圆其说 为什么呢 原本讲的这么可怕 最后又变成假议题 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谁不想说台湾面临的 第五纵队威胁 必须要针对这些高风险 来进行列管 而且人数高达数十万人 现在因为引起了反弹之后 再来改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师大退休教授刘宝成就说了 这只是假撇清而已 设定谁是高风险人物 早就已经紧锣密鼓在进行当中 那么未来所有跟段有关系的 恐怕都是岌岌可危 那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说在立委是泄漏资讯高风险 赵天林为什么可以得到肥缺呢 所以事实上到底是谁 停不停滤才是关键 第五纵队只不过是民进党斗争的工具罢了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他表示说呢 针对在这个防范台湾的第五纵队 但是现在大陆籍的软性男子 直接大陆福建架了快艇 直接来到淡水连过了好几关 那么海巡署就IP了这个巡护不利啊 门户大开引起了国安的疑虑 前立委郑立文就说了 淡水梗登陆是斩首路线 这个海防形同虚设 那最不胜任就是甩锅给基层的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还有要跟沈柏洋检举 他是第五纵队派来的 为什么一开始讲这么可怕 后续又突然改口 立委柯正说为什么改口呢 因为他把全台都当成了匪谍 他是学认知心理学的 现在都被这个沈柏洋搞到 已经是认知失调了 你可以看到所谓呢 这个第五纵队 还有所谓这个黑熊言论 怎么会都没有人来质疑呢 包含了在新政党中泰 还有陆委会主委邱垂政 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说法 那么针对整起的争议前 立委蔡政人就分析了 所谓的第五纵队 认为应该要从执政党内部去找 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去找一个内应 根据他的分析 最有可能是两个人 好 两根是谁 带来看 所谓的历史上的第五纵队 一定会化妆成跟执政党一模一样的人 所以要找台湾的第五纵队 就要到执政党民进党里面去找 越像民进党喊得越大声的 那是第五纵队的华语程度越高 因为这样才能当内应 对 所以我分析了结果 我觉得台湾有两个 我怀疑他是第五纵队 第一个是谁 我公开华语 华语无罪嘛 对不对 第一个我公开华语 郑立军 为什么 行政院副院长 第一个他的钱都从家里财产 从大陆来赚来的啊 他跟大陆的关系 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比拟 金钱就是利益关系最重要的啊 他家的财产 他现在是台湾最有钱的政治人物 他家的财产都是从大陆赚来的 那他现在演了一副 非常对赖兴德非常忠诚的样子 这个是要被列为第五纵队 最值得怀疑的第一个人 那第二个 最值得怀疑的第五纵队是谁 就是沈柏扬自己 没有别人 他研究犯罪血 他表示对犯罪血超有研究的 所以他扮演一个 让赖兴德相信 我是一个绝对台独的分子 我还搞黑熊学院啊 然后我还找了那个以前 主张要一国两制公投表决的 这个曹兴臣给他金钱啊 这个嫌疑更重了 他的金主竟然是以前的 一国两制的赞成者 两个人都突然间变成台独的知识 民党知识者 这个就要怀疑 这个就要怀疑 这是最可能的第五纵队的人 好 来看到这位41岁的大部分男生 胡歌旋风的访台 二四小时 今天清晨五点多 他就出发来到机场了 来看到在今天早上最新的现场 这胡歌穿的是灰色的风衣外套 背上一个这个黑色的背包 非常的轻便 走到机场 对于现场来送机的粉丝 他也十分的亲切 要签名 要合照 通通来者不拒 就像是个小型的见面会 也不断的跟现场粉丝来挥别 那么最后出境结束 旋风访台的行程 好 刚可以看到 胡歌旋风访台离开了 那么受到粉丝媒体热情包围 除了说明在这个 他的最近的戏剧当中 保总的魅力无法打 也是向两岸来表示 这衣服好像能够来破冰 是不是冷冰冰的两岸关系 能够稍稍的来温度 能够回温一些 民间交流看起来真的是蛮重要的 甚至很多元 联合新闻网就报导了 民党政府跟大陆为敌的两岸政策 更会不放心开放陆生政府 两手策略口口声声说 欢迎陆生来台 但是却不检讨政策 如何来提升呢 民间交流 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好 看到这回胡歌 就出席在松山文串语言区 举行的对话青年的活动 跟现场有年轻的导演来对谈 也为影视来交流来加温 他也说了 如果说未来呢 有机会的话也是很希望 好 这个因为他第一部戏 就是来台湾拍的 所以也非常的想念花东 真的是人间美景 这回来到台湾 但是海基会同时发出声明强调 因为呢大家来看 到底这一回好 是谁能够来牵线 好 海基会发出声明强调 董事长郑文燦 并未参与胡歌来台事宜 而前立委郭郑郑就说了 郑文燦真的有协助放行胡歌入关 但是为此切割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先请是总统赖清德 就怕赖皇上不高兴 所以赶快来切割 那么你可以看到 最近在这个繁花当中 饰演宝总的男神胡歌 他是隔了六年来到台湾 这次来跟这个青年的创作者 来交流 所到之处呢 大批的粉丝 那么他也说了 来台湾这么多次 这是第一次来到松山文创园区 应该早点来的 整个活动当中 甚至大秀了台湾腔 跟观众拉近距离 一席帅心轻松的回旅西装 满脸笑容 亲切跟粉丝挥手打招呼 胡歌这回来台形成紧凑 主要就是到松山文创园区 参加对话青年的活动 目前还没有 但我很希望还能来 因为我第一部戏就是在台湾拍 我希望两岸的互动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 面对提问有问必答 这回胡歌收到台北市 影音节目制作 商业同业工会的邀请 特地来台和青年导演聊天交流 一上台就用这招拨干净 第一部主角的戏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我的普通话有台湾口音吗 有有有 那我更开心了 就是说明我们不婚彼此 跟这个台湾的年轻的创作表态 我是一个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员 如果大家有好的剧本 好的项目 一定要记得找我 41岁大陆男神胡歌结婚生子之后 首度来台 帅气模样迷倒观众 只可惜这回快闪台湾不到24小时 胡歌坦言晚上还有私人行程 没办法到夜市走走 下回来台 希望可以多停留一些时间 记者与盛行曹文宁台北报道 2018年上路的军工教年金改革 让公务员退休金大幅缩水 来营的立委想要提修正草案 希望停止递减所得替代率 今天13个县市的退警协会 也强力动员来到立院外头生源 最近状况在记者戴军 多年前推行军工教年金改革 而年改推动后 也直接影响军工教的退休情况 而近期蓝营立委提出进行修法 而今天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将审议警察人士条例 第三十五条条文案 而对此各县市的退警协会 也在今天动员立法院外审言支持 我们的争取公平对待 是将为了我们生命住院 我们需要 现在物价 非常 每年下坎1.5 非常的辛苦 我们消防在新竹又殉职了两位 警察 是带着枪 在工作的知道吗 别人是 平常朝九晚五 可是各位是带着枪在赚钱啊 带着枪在赚钱 什么时候要牺牲性命 不知道 而这次立委提案修正 警察人士条例是希望将警察的年金退休 所得替代率比照军人 避免基层的警力老化断成 而全案重新进入省议 如果协商顺利的话呢 渴望竞赴二读 以上情况把镜头交回棚内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审查国民党立委提案 要求警消人退休所得替代 对比照国军议案 那么因权序部强烈的反对 国民党的部分是发出了假洞 希望审查顺利 但警政署长 消防署长 是否因为担心 抵触民进党 你应该主张 一度呢 是来请假 但是又不被准假 那位吴中兴的批评 没将警消弟兄的福祉 放心 我实在是不认同说 两位请假 那我在这边也是跟 两位署长的长官们说啦 两位署长其实是有尽力请假 自我这边不准 那我还是觉得 关乎同仁的事才是最大的事情 那当然我不是说两位 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当官 如果想要攀附权贵的话 那有种就来这里 告诉大家说我反对 我反对这个年金所得替代率的调整 如果今天我想攀附的话 但是如果我想照顾部署的话 那有肩膀的话就应该来这里 告诉大家说 我支持这个改革 我不认为说逃避是一个该做的事 更何况今天国民党假动 国民党为了这些 紧销海巡的 有关这个年金的所得替代率的问题 大家是假动的 一定要来这里帮所有的这些人谋福利 那身为署长的不来 我觉得不管用任何理由啦 我是不能接受 所以先为昨天的事情 跟两位说声抱歉 因为我平常不是会随便生气的人 但是遇到这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 我不太能够接受这样 某程度的比照军人 其实有他的道理 更何况今天有非常多的委员有说 甚至我们现在要把警察 认为是第二军队 然后之前还有人说 是不是每个派出所要发一个赤针飞弹 那你把警察这样子 做这样子的认定 结果你却没有给他相对的尊重 这一点我其实不太能够接受 国家需要稳定的时候 大家都找他们 然后国家稳定了之后 大家都忘记他们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难接受 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